我们来看第二节建筑企业及其管理 这里边主要是讲我们的建筑企业 第一个知识点是建筑企业的含义分类以及它的特点 第二个知识点建筑企业的组织和管理 知识点比较少 但是我们也要把这两个知识点全面的去进行一个把握 第一个知识点建筑企业的组织和管理 首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建筑企业的含义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建筑企业一般说到一个企业 都知道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它生产出产品来把它销售出去 然后从而获得一定的收益 额外的收益 而我们的建筑企业它也是不例外的 它也是以盈利为目标而从事的一种生产活动 它给社会呢 然后提供商品服务 这样的一个组织机构 那这样的组织机构 它是具有独立的法人 一般情况下 一个企业它都是要去注册的 都有一个独立的法人 从财务上都是实行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的 比如说我们的建筑公司 机械施工公司 还有就是我们的材料等等 其他的一些公司 还有这个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监力服务 监力公司 还有就是设计 勘查等等这些 都是一些服务的公司 在我们的这个市场经济当中 建筑企业从事的建筑产品的生产 流通和服务性的工作 这个是它的一个经济活动 建筑企业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 这里边的建筑企业 包含了建筑公司 咨询公司 咨询公司包括监力公司 这些监力 还有勘查公司 它提供的都是服务 而我们的建筑公司 一般都是生产的 对吧 而我们的这些机械 等等这些公司 机械施工的这些公司 都是我们的这些流通的 通过这些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的建筑企业 它是以这些为经济活动 满足社会对建筑产品的一个需求 而获得盈利的一个 这个样的一个组织 那这个组织在国民经济当中 它占也是什么样的地位呀 在我们的建筑业里边 它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建筑企业是建筑市场的一个主体 它是主体啊 是建筑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 主体 微观基础是国民经济的 基本单位 这几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建筑企业它的概念 大家了解了 那建筑企业啊 它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 然后呢 又分出来不同的内容 我们来看 根据专业分工的不同 有的是生产的 有的是服务的 比如说我们建筑公司 比如说我们的监理公司啊 一个是生产 一个是服务的 所以说啊 它的内容就分出来了 生产性的和服务性的 建筑公司呢 就是生产的 而我们的这个监理单位呢 就是咨询服务的 服务性的一个企业 第二个区域 也就是说 它的活动空间啊 活动大小 有国内的和国际的 我们来看第三个 就是它的经营能力 一个公司 它的有一定的注册的资本 也有一定的人才和资源 是吧 人才无资源呀 根据它的自身的情况 它的一个经营的一个能力 我们分出来了 这几种 一个是总承包 施工承包 还有就是专项分包 这些企业 而这些企业 是根据它的经营的能力 自身的一种情况 来划分的 总承包 施工承包 还有就是专业分包 而所有制呢 所有制大家非常的不陌生 对不对 所有制原来我们国家是公有制 等严禁 有私有制 是吧 后来慢慢的发展 有私有制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边 我们这个建筑企业呢 它根据所有制 分为了国有的 集体的 股份的 股份制的啊 还有是私营企业 不同所有联合 还有中外的合资 等等这些 这个大家了解 然后选择的时候 能选出来就好了 根据企业的资质 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的这个建筑企业 你要想成立一家公司 还必须是要有资质的 于是在将来啊 在不久的将来 可能企业的资质会取消 但是目前 我们要想从事一项建筑活动的话 我们都是这个公司 要有一定的资质的 根据资质的不同 可以分为三类 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 还有是施工劳务 资质等等啊 这是根据资质的不同 而我们这个 承揽工程的一个范围 也是总承包 它的范围要广 要比我们的专业承包资质 要比我们的施工老物资质 要大的 这是层层的 一个地减的关系啊 上边的范围要大 然后下边的是越来越小 这是根据它的 企业资质的一个分类 这里边大家重点掌握的是 第一个资质的 第二个经营能力的 第三个就是这个专业分工的 其他的两种啊 大家呢 多看两遍即可 我们来看一下建筑企业的特点 建筑企业的特点啊 大家以多想提起 进行把握就可以了 一个是经济性 盈利性 市场性 独立性和统一性 其实这些从我们的概念当中 也能够剖析出来是吧 我们概念当中说 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那它又有 以前有关系 是不是 就是经济性啊 然后我们 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所以说它的特点 就有盈利性 市场性 还有独立 统一 最后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鲜明的行业特征 在这鲜明的行业特征里边 大家要注意三点 就是生产的特征 建筑业在生产建筑产品过程当中 由于我们的建筑产品 不是都不是一样的 所以它的特征就是单件性 还有就是由于它比较庞大 露天的 还有就是流动性 资源的一个消耗量大 需要很大量的一个资源 第二个就是经营的特征 它的经营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采用的是承发包制 产品的一个特征 产品它具有的是固定性 多样性 还有就是区域性 这是它的六点的特点 在这六点的特点里边的第六点 鲜明的行业特征 有三小点 大家要注意 对于它的特点啊 目前为止 我们是没有出过题目的 所以说大家呢 对于特点这块通读 主要就是通读 能够从概念 从不得的程度 来把它进行一个理解 我们来看一个题目 关于建筑企业的说法 正确的是 建筑企业是通过满足社会 对建筑产品的需求 以获取盈利的经济组织 这个是正确的 这就是它的一个概念 B建筑企业 是建筑市场的课题 我们从它的概念当中知道 建筑企业是建筑市场的一个主题 建筑企业是建筑经济活动的宏观基础 我们说是什么呀 是微观的 对吧 都是它的反义词 第一选项 建筑企业是组成国民经济的核心单位 它是它的什么单位呀 是基本的单位 而不是核心的单位 这一些都是从它的含义概念里边能够读出来的 所以正确的选项就是A选项 我们来看下一题 按照经营能力分类 建筑企业可以分为 这里边是按照一个企业自身的一个经营能力来划分 是吧 这里边它划分了哪些呢 是工程总成包的 施工成包的 还有就是专业分包的这三项 而生产性的呢 是根据它的专业的分工的一个不同 是吧 有生产性的和服务性的 所以正确的选项就是BCD 我们来看下一个知识点 建筑企业的组织和管理 这里边啊 重点是掌握的是它的四个组织结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建筑企业管理的制度 建筑企业管理制度 我们要知道建筑企业管理体系 主要包括的内容啊 主要包括内容 从这个最大的范围里边 是包括了企业的一个战略管理 还有企业的生产管理 企业的资源管理 还有就是企业的一个财务管理 这四大方面啊 这是从它最外层这块 最外层 最外层 也就是我们的建筑企业管理制度 一共是分成了四点 那从内层剖析来看 我们重点要把握的就是生产管理制度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资源管理制度里边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需要去大家掌握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生产管理制度 生产管理制度 这里边有质量 有安全 还有技术 质量的制度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里边它的特点是三权一多样 哪三权 全企业 全员 全过程多样 就是管理多样化 这是我们质量管理的特点 三权一多样 它的这些管理啊 它的质量管理 它的过程是通过PDCA 四个PDCA 大家看一下PDCA 是通过这四个阶段来进行管理的 计划执行管理处理 然后循环反复 达到一个最中的一个管理啊 就是不断的一个优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剩下两个就是技术和安全的管理制度 大家呢 对于质量啊 要多去看一下 那么来看一下资源 资源物啊 或者就是人财物啦 首先就是对于人的一个管理制度 第二个就是设备 第三个是物资材料 大家呢 掌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对于这个企业的一个管理制度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建筑企业的管理组织结构 建筑企业的管理组织结构 在我们教材当中主要介绍了四种 直线制 直能制 直线直能制和矩阵制 这也是我们考试当中的一个重点 通常情况下 它会考察我们这四种的一个优缺点 混杂到一起来考察大家 所以说大家对于每一个结构 它的特点 它的优点 缺点 都必须牢牢的把握 首先来看一下直线制 直线制它的概念是从最高到最低 成一个垂直系统 比如说一个小的项目啊 它一般情况下都是项目经理来进行直接管辖的 管我们的班组啊 管我们的项目的成员呀 是吧 直接的 这就是直线制的 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称为 又称为军队式的这个 直接下达命令 从上往下一条线 而我们的职能制呢 职能制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项目经理下边 又设置了职能的部门 而这些职能部门呢 又去管理我们的班族 在各级的生产行政的指导下 专门分工设置管理职能部门 设置管理职能部门 各职能部门在其业务范围内 对下属发挥管理作用 下级呢 既要服从我们上级领导 也要服从我们的上级职能的一个管理 我们就刚才拿我们的这个项目经理 还有就是项目经理 下边有职能部门 职能部门呢 下边是我们的班族 我们这个班族呢 又要受到我们项目经理的管理 还要受到我们的这个职能部门的管理 所以说啊 他这要服从两个人的 或者是两个部门的一个管理 那通过这些 我们就可以总结出来 我们直限制的结构的一个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直限制 我们可以看 他是不是非常的简单直接呀 非常的简单粗暴 对吧 项目经理直接一管到底 简单 结构简单 职责分明 只会以命令呢 统一都是项目经理下达 工作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话 项目经理呢 你干啥 你就去干啥 不用听别人的 缺点就是 我们这个领导者 是不是要有多方面的才能啊 是个全面性的人才 他的管理业务的知识和技能啊 要非常的好 我们项目经理 他 事事都来管 那是不是不利于培养未来的管理人员呀 如果这个项目经理走了 这下边还没人能当得了项目经理 对吧 不利于集中精力考虑企业的重大问题 鸡毛蒜皮的事你都管了 那怎么考虑国 这个企业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 长远的一个发展呢 是吧 一般适应于生产简单规模不大的建筑企业 一般情况下 十来个几个人的公司 比较适合于这种直线制的一个组织结构 那职能制的优缺点呢 职能制的优点就是 发挥了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作用 然后利用专业管理人员的一个特长 我们设立了职能部门 说明他这个职能部门里边的人 具有这些方面的一个专长 那这些人呢 有这些专长就有利于下边的人好干活 是不是 但是呢 但是呢 他的指令员是不唯一的 他又要向到他上级的领导的一个管理 还要收到这些职能部门人员的管理 谁都说我谁都得听 那导致了就是说我们受多头领导 然后呢 工作效率就不会很高 这样的呢 比较适用于我们的生产技术发展和经营管理复杂化的一个要求 比较适用于这样的企业 一般适用于职能制 这是直线制和职能制 第三个就是直线职能制 直线职能制呢 就是既把我们的直线制的优点 又把我们的职能制的优点都吸取到一起了 哎 使我们的这个组织更加的完善 比如说 我们的军队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军队啊 它是从团 营 排 到呃 班是吧 等等这些过程啊 还但是呢 我们的军队里边是不是有参谋部 政治部 后勤部等等呀 这是不是把它的直线 然后团到营到班 哎 这直接管理又有我们的职能部门 就是我们的啊 参谋部 政治部 还有是我们的后勤部 把这些结合到一起了 是典型的直线 职能制 而直线职能制呢 是以直线制为基础 在各级生产行政领导之下 设置的出来的相应的职能部门 而这个职能部门呢 指令呢 是由我们的生产行政领导者批 而职能部门呢 无权下达命令 也就是说啊 这样的话 是直线制 也就是团给营下命令 而我们的参谋部呢 是没有这样的权利 直接下达命令的 只起到业务指导的一个作用 职阵制 这个是比较适用于大型的 复杂的一个企业 比如说企业规模达到好几百人呢 然后有很多的事业部啊 一般情况下都比较适用于我们的 矩阵制 那么直线职能制它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 优点就是保持了我们这个统一指挥的优点 吸取了我们职能部门的这些结构 发挥它的专长 这样的话就提高我们的效率 部族之处就是部门之间的一个横向联系交叉 容易产生脱节和矛盾 聚阵制 聚阵制的优点就很多了 聚阵制比较适用于大型的一个公司 而这样大型的比较复杂的公司 就需要比较完善的这个组织结构 而聚阵制呢 就充分体现了这个 优点就是 使企业管理过程当中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 很好的就结合到了一起 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一个配合 加强了配合 而第二个就是有利于发挥它人们的积极性 提高技术水平和业务水平 有利于加速开发新产品 新技术 推广我们的现代的科学的一个管理方法 还有就是 就要好的有适用性和稳定性 这是我们聚阵制的一个优点 它也同时也存在着缺点啊 任何组织它无论怎样 它都会有一定的缺点 缺点就是 关系上的一个 存在的一个双重性 比如说啊 咱们是做建筑的 那咱们就从建筑方面 然后举例子 我们项目比较大的企业都有项目部 然后项目部里边呢 也有我们的这些资料员啊 预算员啊 这些人呢 他受到我们项目经理的一个领导 对吧 因为这个项目在计量结算过程当中 项目经理是要知道的 然后也要配合他 或者是指导他去完成这些计量 而我们的这些计量 或者是资料等等方面的人员 公司里边又设置着这样的部门 然后比方说预算部门 是不是他也要受到预算部经理的一个管理啊 所以说啊 他可能会受到双重方面的一个关系上 也就是说双重领导就往往会产生一些矛盾 预算经理和项目经理 他的意见不同一 而给预算员造成了一定的 就是说嗯 结算上可能会有分歧 哎这样就导致我们的结算上可能会比较滞后 是吧 所以说会产生一定的矛盾 也可能给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但是呢 从总体上来说 他还是有利于提高我们效率的 这就是我们具政治的优缺点 好 我们用题目来巩固一下 我们前标所学到的这个知识点 建筑企业开展全面质量管理活动 四个阶段的正确顺序 全面质量管理活动的过程就是PDCA 大家记住这四个字母 对应去找它的顺序就可以了 P就是计划 计划 D就是执行 A B是执行 C D顺序错了 一个检查一个处理 C 所以就是检查 A是处理 正好顺序叼换颠倒是吧 所以正确的选项就是B选项 PDCA 这个非常简单啊 我们再来看一道 具真质企业的缺点 缺点是什么呀 领导的双重性容易产生矛盾是吧 所以正确选项就是C选项 这个特点 我们想想啊 军队又称军队式的 从上到下统一指挥对吧 权责分明 工作效率高 这个是正确 有利于培养未来的人才 直限制是一级领导 直接领导下边的人是吧 所以说是不利于培养管理人员 C一般适用于简单规模不大的企业 这个是正确的 几个人呀 十几个人呀 这样的一般都用直限制就可以了 不利于领导者集中精力考虑重大的问题 因为他的精力花费在鸡毛蒜皮 小的事情上比较多了 所以就不利于集中考虑企业的重大问题 容易受多头领导 多头领角不是的 是吧 他的指令是唯一的 指令员是唯一的 所以正确现象就是ACD 好 这一节呢 内容比较少 但是呢 重点还是比较多的 对于我们的重点啊 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我们要掌握它的含义 它的含义 建筑企业的含义是生产流通和服务性的 这三个词啊 关键词 大家要注意 分类 按照专业的分工 还有按照我们的经营能力 企业的资质 这几个是重点 特点呢 大家去通读啊 能选出来这六个特点 第六个特点 特征 鲜明的特征里面的三点啊 大家注意一下 第二个 掌握我们的企业的管理结构 四个管理结构 它的优点和缺点 是大家必须要进行把握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